小吃攤位被砸得乱七八糟 地上一片狼藉 椅子倒在地上 甚至还被丢到了摊子上 老板娘扬言报警 黑衣男浑身酒气 女友急忙拉住他 就怕男子继续闹事 起冲突原因 竟然出在四神汤里没有当归 男子气得当场杂摊 老板娘极力解释 但还是拦不住男子的怒火 他可能喝醉酒 听不懂我的意思 然后就这样吵起来 所以他连吃连买都还没买 这样啊 就生气就摔东西 四神汤是由淮山 芊石 莲子 芙苓 四种主药中药材熬煮而成 男子却坚持一定要加当归 但正统四神汤真的非这一位不可吗 对啦 对啦 都是提味而已啦 那个都是让它口味好吃 这些什么 个人吃了会上瘾这样而已 尽管暴走男的友人 当下已经道歉赔偿 但好端端做生意 只因为少了当归这一位 竟然暴怒杂摊 让老板娘相当无奈 记者谢耀珍 陈子芳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